再看到这个惊险场面地点在高雄 你看到这个男子 他因为失业了再加上跟老婆吵架 他一时想不开 竟然想要带着他11岁的儿子一起来寻断 他老婆赶快打电话通报社工单位 但这个男子他还是想不开 最后是有个男子 这个消防队员他动作很快 他趁机扑倒男子也阻止了悲剧发生 消防队员拿着摄影机往高楼仰角拍 摇晃抖动的画面中 看到一名男子在公寓5楼的顶楼 坐在女儿墙转角处企图寻短 消防队员紧急地在一楼外撑起气垫 就怕男子瞬间跳下来 继续相当激动的男子突然地站起来 走在相当狭窄的围墙上 还不时地往下望 接着又在墙角坐了下来 几名袁警在旁边不断地跟他劝说 男子还举起手叫袁警不要靠近 双方僵持了十多分钟 一名消防队员悄悄地靠近男子身边 趁机把他拉下来阻止了悲剧发生 而当时把人救下来的 就是这名年轻的消防队员 那时候其实我脑袋一变空白 什么都没想 只是赶快想尽快把人救下来 救人第一的消防队员 激紧地化解了危机 根据辖区远景了解 这名男子几天前跟分居的老婆吵架 赌气说要带儿子去自杀 老婆通报社工单位 紧急安置了11岁的儿子 没想到却引发男子不满要寻短 社工表示遇上任何的问题 应该先找社服单位沟通 千万不要以激烈的方式来解决 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记者邱君平荣浩北高雄报道